构成知识的主观条件 康德讲了三条综合 三种综合 就你认识活动 你需要三种综合 换句话说 综合 我们一讲综合 不能来源物字体 不能来源直观 但是他又是知识必须的 你没有综合就没有知识 康德讲 直观中把握性的综合 想象力中在线性的综合 和概念中 叫认知性的 或者总括性的综合 什么叫做直观中把握性的综合 我们大家这个感觉经验 获得的是杂多表象 但是大家要知道 感觉是当下瞬间的 当你转过身去 就是另外的感觉 我们单纯从感觉角度来讲 但如果杂多之为杂多是存在的 我说感知一大堆杂多表象 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有相互区别和联系的关系 你不能把它整体的把握的话 它杂多都不成其为杂多 杂多是什么 相互区别的东西 你这个区别从哪来 你必须把两个东西摆在这才有区别 如果感知是当下的 我感知到它 一转眼我感知到它前面没了 你必须能够一个总括的把它们放在一块 你才能够有杂多的可能性 你不然练它杂多都没有 所以即使在直观中也需要综合 康德强调这个综合不是说直观自己的性质 不是 直观自己不能综合 直观自己不能综合 这种综合是知性的作用 只不过它是通过 后面我们会去讲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在直观中起作用 第二 叫想象力中再现综合 也叫再生的综合 这也很好理解 这次给我带来的杯子是这个 我上次给我带的杯子也是这个 大家如果稍微有点注意 你说同一个杯子 但假如没有再现 这个想象力中再现就意味着什么 我每次带来的杯子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新杯子 是一个以前不同的杯子 什么东西保证的是 以前的杯子和现在的杯 你必须能够让它再现 或者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更清楚了 比如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开阔地方 感知一条路吧 比如一条很长的路 比如十公里的一条路 我们的视野 比如我们的位置 你不可能眼睛视野就能够看到 但你怎么判断它是十公里呢 假如我们的视野只有一公里 对吧 你看完这一公里 你看下边一公里 前面它能够再现 假如我看完这一公里 再下看那一公里 这一公里没了 不能再现 你永远看到的是这一公里 你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现的概念 同样就像我们前面讲 甚至直观中的杂多 可能你必须有再现 你没有再现的话 它永远是新的 永远是当下的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像我们过去有一个俏皮画 叫狗熊掰棒子是一样的 你当下的感知 就是我掰了一个棒子 然后再掰第二个 可以手里就扔掉 等你出来以后 可能就拿着一个 感知 那么你怎么能够保证 你掰下来的东西 还都能够保存下来 得要有再现 得要有再现 那么第三 概念中总括性的综合 就是说概念是什么 概念就是把不同属性 综合起来的一个规定 比如说杯子 杯子其实就是把大小形状 颜色硬度 很多属性集合在一起 你如果不能把这些集合在一起 你怎么形成概念 所以你看直观 想象力和概念中 你都需要综合 也就是说知识一定需要综合 一定需要综合 你没有综合 你就不拥形成知识 这个好好理解 你没有综合 你怎么可能把不同的表象 连接起来 你怎么可能下判断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讲的是知识 形成知识需要综合 那么你知识总是根据对象 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了 那与知识不同的那个对象是什么 比如你根据一个杯子刺激你了 然后你对这个杯子形成了杂多的 然后再现 然后在概念中把它抓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问 那你这个知识的对象对应的是什么 这里边就有一个麻烦了 对吧 因为首先 这个对象不可能是物字体 这个对象不是物字体 这个对象你又不能想象中 它就是这个杂多表象 它实际上是使对象成为对象的一个东西 我们前面一般性的谈论知识 现在也在一般性的谈论对象 使对象成为可能的是什么 保证你知识一定有这个对象 而且保证这个对象始终是一个对象 表象 有表象 来源于表象 但最终你一定要追到一个 不再是表象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那个知识的对象 不能再是表象的东西 可是它又不可能是什么 不可能是物字体 所以康德在这就称之为叫做鲜艳对象 意思是说它是非经验性的 因为你经验性的东西 还是这个知识的范围之内的 在这里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是什么保证了我们有对象这件事 使任何对象成为可能 使我们的认识对象成为可能的那个对象 类似叫对象概念 那你现在分析的知识 那你知识的对应的对象是什么 康德在这没有下很大功夫 因为康德在这要解决的问题 是要解决这个知识的那个最高条件的问题 关于这个对象的问题 后面我们讲客观业因 我们再去讲 康德在这边就转过来了 说我们主观的构成知识的主观条件 需要三重综合 那么这三重综合形成的知识 它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保证我们总是要有统一性的东西 比如今天这个杯子和昨天的杯子是一个杯子 而且这个杯子在任何情况下看都都是一样的 你不可能说我同一个杯子 今天看这个样子 明天看另一个样子 也就是你保证那个杯子要有统一性 要有稳定性 你知识的对象一定是统一的 那么康德讲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可以问 对象的这种统一性 它的条件是什么 康德马上画风一转 在意识范围之内 所有统一性的最高的条件 就是我和我自己的统一性 叫自我意识的统一性 这是一切知识的最高条件 康德称之为鲜艳根据 最高的鲜艳根据 所以你看主观演绎的那个说明过程 那个论证过程 它是从构成知识的主观条件 然后去讨论认识的对象 由对象所需要的统一性 去追溯到了 在认识之中 意识范围之内 最高的条件 就是我和我自身的统一性 自我意识的统一性 这是最高条件 这样一个自我意识 在康德看来 是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 但它本身不是认识对象 所以这个自我 康德称之为鲜艳统诀 鲜艳自我 鲜艳的我思 意思是一样的 它是知识的条件 但它不是知识的对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康德的认识很奇怪 在外边 它有一个不可知的物字体 在主体之中 有一个不可知的我字体 我们所知道的是 两者之间的这东西 就我和物字体发生关系 这关系这一部分 我能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自我是构成知识的条件 但它不在知识 不在经验之中 你按照康德的基本观点 我们只有对一个事物有经验 你才能形成知识 那你对你的自我 能不能有知识 经验 我没有办法有经验 没有办法有经验 所以统决 自我 我思 鲜艳统决 统决在康德那儿 就分成了经验统决和鲜艳统决 经验的自我意识和鲜艳的自我意识 所谓经验的自我意识 就是在我们意识范围内所有的这样一些 包括表象 我们如果把意识范围内所有东西都可以通成表象的话 这一大堆东西叫做经验 其实这个有点类似 休姆所说的那个经验的自我 休姆反对 说没有一个鲜艳的自我 没有那个人格同一性 没有那个自我 我们只有川流不息的知觉 休姆叫一树知觉 意识流 没有统一的自我 但康德强调 没有统一的自我 你怎么知道它是意识流 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一定要有一个同一的我做前提 否则的话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怎么做比较 我一定要有自身的同一性 你才能知道自身中的不同的东西 所以康德强调这是一个逻辑前提 这个鲜艳的统决 这是个逻辑的前提 这个到此为止 应该说就是主观演绎 就这样一些内容 其实第一版的客观演绎 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但因为它后来的第二版的客观演绎 更成熟 更逻辑性更强 所以我们通常也就不再讲第一版的客观演绎 不再讲第一版的客观演绎 实际上主观演绎这一部分 包括它后边 因为康德在第一版里面 也没有严格说清楚我这是主观演绎 这是客观演绎 没有 也没有严格的区别 所以我们就把主观演绎这边讲一讲 后面的主要还是讲它第二版中的客观演绎 因为这一部分是康德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也是康德最核心了 它那个主要目的 因为主观演绎是从构成知识的主观条件 开始一直推到那知识的最高的鲜艳根据 叫鲜艳自我 在某种意义上 客观演绎正好相反 它是从最高的鲜艳根据 那个鲜艳统决出发 来证明范畴对于经验的客观有要性 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虽然我们可以看 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似乎是一套 主观演绎从主观的东西到鲜艳的东西 客观演绎从鲜艳的东西再进入到经验 但是康德肯定不会这么想 他不会承认的 因为他要维护他客观演绎的有效性 没有前提 我直接从鲜艳的东西出发 直接从最高的鲜艳的东西出发 那么再重复一下 我们前面讲 康德讲鲜艳分析论 尤其是鲜艳演绎需要注意的几个出发点 首先一点就是综合属于知性 这个我们前面讲了 感性不能综合 感性只是获得一大堆杂的表象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形成一个杯子的对象 这个我们说你关于杯子形成了知识 但知识总有一个杯子的对象 对吧 这对象我们能看到他当然在经验之中 可是他作为一个经验的对象 不是感觉提供的 因为感觉经验只能提供杂多表象 它本身不能综合 本身不能综合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其实往下分析你就会发现 不光是知识需要综合 知识的对象也需要综合 康德就称之为经验对象 不是那个物资体 但是我们认识你总有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经验对象 或者认识的对象 这个对象也需要综合 而且对综合而成的这个杯子 它当然不是感觉经验能够提供给我的 感觉经验只是提供一大堆 相互之间没有关系的杂多表象 把它们连接起来一定是知性的作用 第一点 好 第二 这个前面我们讲那个知性和感性两种能力 在讲到这儿讲那鲜艳自我 康德主要在讲的是认识作用 所以康德把那个统绝和知性 有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看的 也就是说知性是那个鲜艳统绝的认识功能 那认识功能 那么自我不能直观 只有感性有直观能力 康德为什么要去花很大力量去讨论 感性和知性的关系就在这儿了 如果知性可以直观 那问题就不存在了 康德说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 但是我们人没有 你说理性 理智直观 知性直观 就意味着我想到的东西就存在 这是只有上帝有可能 我们人没有 我们是有限的存在 有限在哪 有限在我们必须依赖于感觉经验 依赖于感觉经验 那么感觉经验的提供 经验材料的提供是感性直观 可处理它是需要自我 是需要知性的范畴 那么两种不同类的能力 它们之间怎么能够发生作用 这是康德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康德在第二版客观演义这部分 其实就围绕着一句话展开 这句话很著名 我是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 我是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 这一句话其实就 在我们看来 其实这一句话就包含着三个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能够围绕它展开呢 它包含着三个因素 能够伴随一切表象的那个我是 就是自我意识 鲜艳统绝 也就是我是我 我与我自身的同一性 对吧 我与我自身的同一性 同时 我与我自身的同一性 伴随我的一切表象 表象来源于感性 表象来源于感性 杂多表象 那么这样一来 你就会必须处理这个自我 鲜艳自我和那个 鲜艳自我我们叫做一 自身同一性 杂多表象是多 你这个一和多 自我和你的经验 这个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 康德在这说的是 我是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些表象 伴随着我一些 也就换句话说 我的一些表象里面一定是我的 因为如果它不是我的 我不能伴随 它不是我的 它就不在我之内 它就跟我没关系 那么这个伴随怎么可能 其实里边就包含着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 我们讲 康德在这一边 出发点就是自我意识的自身同一性 康德也称之为分析的同一 A等于A 我是我 我是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些表象 在我一切表象中 一定要有一个同一的我 这是最高的根据 或者说是知识最高的逻辑前提 先验根据逻辑前提 您康德的话说 如果不能伴随我其表象 那么一切表象就不能为我所知 你即便进入了感觉经验 你不能被我所知 所伴随 那就对我来说 仍然是无 因为我们其实在感知的范围之内 要远大于我们知道的范围 清晰的 自觉到的范围 那么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 我是必须伴随着我的一些表象 我是自身同一性 那么就意味着 我的一切杂多表象里边 一定要有一种综合的统一 A等于A 我是我 所有意识里边有一个同一的我 这是分析问题 现在我们说 你既然是杂多表象 那么杂多表象本身要有一个综合的统一 这跟那个分析的统一是不一样的 你分析的统一只是A等于A 我是我 现在我们说所有这些杂多表象要有同一性 那么就意味着它有一种综合的统一性 要一种综合的统一性 它能够把所有的杂多表象抓在一起的这个统一性 你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有一个 假如我们把前面叫做自我意识的话 那么把这种综合的统一性 你可以不恰当的充值比较的对象意识 只有当有综合的统一性的时候 这个我的一切表象是统一的 我才能建立起我的统一性 或者说我才能意识到我是统一的 我说我是统一的 但是我的杂多表象没有统一性 就意味着什么 这些杂多表象如果 无论如何不能为我所知 它不能再进入到自我之中 它没有统一性 那没有统一性 你这样一来你会发现 康德这个里边就有一个相互的 首先我们讲句话把它讲完 当然后面进行 我把这一点给他讲完 首先我们要知道 那个所谓分析的统一 是最高的条件 因为康德前面一再强调 最高的先影根据 我和我自身的统一性 现问题是我自身有 不是一 我自身有多 有很多的杂多表象 那么没有杂多表象中 没有综合的统一 我怎么能够知道我自身是同一的 你看起来就类似于它是个循环论证 是吧 分析的统一是最高的 但是现在它要依赖于综合的统一 你综合的统一里面没有统一 你那个分析的统一怎么建立起来 那么康德的解决办法就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自我 这个一和直观中的多之间 要有一个起综合统一功能的东西 那就是范畴 范畴就是知性的或者那个统绝的综合统一功能 它作为两者之间 自我和直观之间的一个中介 一个桥梁 它把那个自我的一带给每一个杂多表象 让它变成我的 同时它在直观中综合 把所有的表象带到自我之中来 康德为什么强调范畴对于经验的这种 不可或缺的这个作用 先决条件就在这 没有范畴 你这个综合统一是不可能的 你经验对象不可能 知识也是不可能的